各位編迷你們好 之前也說過,說起飛行員手錶 大家一定想起 IWC、Brightling 甚至 Rolex GMT Master 其實 Rolex GMT Master 很有名 可以看兩地時間 在1954年推出 但其實早一年,1953年 Glycine 已經推出它 明文霞意的 Airman 系列 所以 Airman 在飛行員手錶的歷史上 都佔有一職位 但當然,它的飛行員手錶 並不是軍事的 例如二次大戰時 因為它是1953年推出 所以已經專為民航、飛機師 那些人員出手錶 這兩隻手錶好像看起來一模一樣 都是36mm錶徑 也有一個Creamy Dial 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最不同的是 左邊那隻是再多支 GMT 針 而這一隻 我現在計算這一隻 是沒有的 但它也可以看到第二時區 因為它有這個 Airman 很有名的 24小時圈 而這一個圈 你平時就要用四時位置的鎖 鎖死了 那便不能轉 那你轉完之後 便要上鎖 令到這條圈 便不會再轉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它本身的三針 看一個時區 再配合這條標圈 再看第二時區 即是說如果多一支 GMP 針 就像待會介紹那一支 就可以看到三臂時驅 而且 Airman 最有名是它時針轉一圈是 24 小時 這種手錶在現在市面上真的比較難找 而且這樣的價位、這樣的設計、還有這樣的歷史 所以這支錶真的非常值得擁有 而且它 36mm 錶徑跟 1953 年推出原早版本 它一模一樣大 如果對於很多歷史迷或是真的要忠於懸著 這支錶就非常適合大家 因為它之後也推出了 40mm 或其他大小 但這支 36mm 真是原早級的版本 它的錶面亦非常簡潔 大家也看到 而且非常復古 再給另一支大家看看 這支大家仔細看是多一支 GMT 針 其他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有這個紅色的日力窗 大家看到 有這個三針 再加這個 GMT 針 所以剛才也說了 再加上這個外圈 這個 24 小時圈 你總共可以看到三地時區 所以我也幻想 1953 年推出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受飛機師所歡迎的 因為真的有非常實用的實際用途 我即使教一教給大家看看 現在移出一格 順時針便可以調整這支 GMT 針 現在是至絕20 即是 8pm 如果逆時針 另一個方向便可以調整這一個日力窗 這些日力全都是紅色 真的非常鮮 看上去便可以掌握到資訊 這支錶跟剛才那支錶最不同的 就是剛才那支錶叫Purist 即是說時針走一圈是24小時 而這支其實時針走一圈是12小時 但GMT 針當然走24小時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這件事 如果你想買一支真真正正走一圈24小時的手錶 就可能要選擇第一支叫Purist 那支 如果大家想用最普通最常用的月時方式 就可以用這支 當然剛才也說配合這個外圈 就可以看到三地的時間 所以真的各有各好的 但兩支都是36mm 大家便自己選擇 這支錶防水不是很高 是30米的 即是足夠日常用 所以千萬不要拿去游泳 但還有7吋的手錶 這支錶36mm 真的感覺非常復古 而且現在都輕少錶勁的手錶 所以這支錶其實又復古 但某程度上又有些潮流味 現在放在大家面前 通常多支GMT針應該貴一點 對吧 譬如Seiko 5 Sports 它最近推出了GMT版本 這樣便貴一點 但這兩支錶其實是同一個價錢 現在這個優惠價 大家如果有興趣買一支這麼經典的飛行員手錶 就可以去到這個西九龍的 Timeshop的茶廂 看過這個頻道一定多些優惠 現在這個優惠價 即是7000港元也不用 有找的 找少許 一定有找 我相信大家便可能直覺上說 多支GMT針便划算 三地時區 但其實三針那支才是時針走一圈 走廿四小時 所以兩支的表面顏色也一樣 大小一樣 其實也不太容易選擇 真的要想清楚 好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不同的品牌 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支持我拍影片 還未訂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有很大的推動力 我繼續努力 找多點可愛的手錶 像今天的Glycine Airman No.1 以及隱世的錶行跟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拜拜